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 2024年 不好意思 2024年的1月3号 星期三 昨天呢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 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 那个Gay 黑人女校长 提出了辞职 这个辞职是在压力之下 也就是说这个 前一段时间有关他的 一些在国会作证时候的这种回答 被人们认为是不符合哈佛校长应当做的 就是有些话 不能够反映出这样一个顶尖名校 校长的承担 道德使病 所以呢 后来在这种压力下 很多人提出要求他辞职 然后呢 又发现了他个人学术不端行为 包括他发表的论文并不多 据说只有11篇论文 11篇论文里面涉及 抄袭以及 这个 引文不规范的方面呢 大概有五六篇 甚至包括他的博士论文里面都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样一个人从学术水准来讲的话 不要说去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 这个就连一个普通的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要求 他都不符合 就是根本不能够成为这种顶尖名校的教授 但是这样的人怎么是能够混到这样一个象牙塔 学术应该说是学术最顶尖的位置中的一个成员 并且担任哈佛大学校长 那么现在他辞职了 从他七月份担任校长以来到现在 也不过就半年的时间 这是哈佛历史上就是任命 或者在任时间最短的校长 任期只有半年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情 在我看来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从这个事件又反映出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就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当大家都是纷纷提出要求这个哈佛校长辞职的时候 哈佛大学居然搞了一个联名的签署的一个信 这个签署的信呢 意思是说他们支持哈佛校长 认为他是符合这个校长的资格 包括在学术上也为他辩解 在这样一个应该说坚挺校长的信上签名的 据说有相当多的大牌教授 有几百人之多 那么几百人中也包括一些哈佛的前校长 大概我没有记错的话 有五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校长的人 也在这个信上签名支持他 其中也包括过去我还比较关注的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长的沙默斯 这美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也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 非常有声望 也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甚至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那么我就觉得 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 这些人无论是在学术领域 还是在美国的政治社会领域 都有广泛影响的这样一些人 居然会为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 这样一个根本不符合资质的哈佛校长 给他背书支持他 所以可见美国当今高校这种堕落的情况有多么的严重 美国的顶尖高校都是左的出奇 这个左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讲liberal liberal一种思想倾向 如果我们从自由主义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说是自由主义左派 那么自由主义右派是libertarian libertarianism就是自由至上主义 所以自由左派更加的激进 那么自由左派他们通常是追求的是 所谓政治进步 这个政治上的正确 他们就被称为进步派 称为进步派 但难道是真的是有进步的含义吗 还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 它是一种倒退 或者是一种反动 那么被看作自由主义右派的libertarianism 被看作是conservatism 就是保守主义 所以这两派之间经常会有 在基本的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方面 美国前一任的总统 川普这次又卷土重来 他现在支持率民意调查是非常高 作为共和党来讲的话 这些候选人里边 川普的应该说支持率仍然是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佛罗里达州长他虽然有一些理念也是不错的 但是在人气上在执政经验 你说执政经验按道理来讲 他当州长也是有相当丰富的执政经验 但是似乎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议题上 包括民生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方面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耀眼的表现 所以这样的话看来共和党其他的候选人 还有那些支持率并不算太高的黑力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可能更没有办法 去跟川普目前的支持率相提并论 但是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 今天有些州的法院就判定说 这个川普是不能够参加总统竞选 不能作为总统候选人参与这次竞争 所以直到现在大家都在等待 最高法院会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会不会给出最后一个裁决 允许川普参加竞选 还是说不允许他参加竞选 这个会在一段时间里面影响到 美国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经济很多方面 那么川普这个人呢 我在他第一次当总统之前呢 是对他非常感兴趣 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我就从图书馆里面借了 能够借到的有关他的个人传记 包括他自己写的一些个人回忆录 还有一些其他人对他的描述等等 借了很多的书了解这个人 应该算是海外华人中比较早 比较多的关注川普的 那川普后来呢 他正式当上了总统 那我在这之前 以及在这当上总统之后 也都是做了很多期节目 评论他的一些政策和政见 那么我是既有批评也有赞同 所以呢 从来都没有说是一面倒的支持他 或者一面倒的反对他 从来没有 所以我过去的做的视频 从2017年开始吧 因为我这个频道是从2017年才设立的 所以从设立开始就评论川普 大家可以看出 在之前我也接受了很多其他媒体的采访 就谈到川普这个人 我对他个人的修行是有些不太满意的 个人的行为啊 他的行为模式 他的言论 我是有很多的批评 就是说他这个个人的毛病和缺点 真的是不少 包括在税务方面 就是报税方面 包括他个人的私生活 和他的一些口不择言的言论方面 我都是有一些批评的 但是在对待中国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政策 包括这个对于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侵犯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些做法 要采取一些针锋相对的惩罚措施 在贸易政策方面 在关税方面要进行贸易战 以及在战略上和其他方面有所防范 那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所赞赏和支持 所以呢 华人群里边总会有一些人简单的归纳 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算是川粉啊 我说我连毛粉都不是 我还是川粉嘛 我说的毛粉当然不是说现在 而是说当年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 做一个小学生的我 我那时候对毛泽东就有怀疑 而且我当时还说了一些大胆的质疑的言论 当然不是公开场合 是跟我的好好朋友在一起私下议论的时候说的 所以我那个好朋友差点给我告老师 如果告老师呢我就惨了 幸亏呢他跟我关系很好 后来呢我后来跟他这个希望他不要告我 他就没告我 对吧 所以当时那样一个情况 这个人现在还在啊都可以做证人 所以我当年都不是毛粉 我现在怎么可能是川粉 所以这个完全是贬低我降低我的这个能力 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会粉谁 我大概最崇拜啊 不是讲崇拜吧 最尊崇的啊 是胡适先生 那当然胡适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对吧 但是呢即便是对胡适先生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赞誉 也还是有一些方面我有很清楚的认知啊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啊 所以呢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啊 用不着去对他什么崇拜的五体投地啊 无条件的支持他啊 所以对于政治人物呢更不会这样 所以我相信这点大家能够理解 刚才讲到美国的大学 就是大概从这个上个世纪下半夜以来 美国的大学经过多轮的政治运动思想的冲击啊 就是说应该说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思潮啊 是随着时代啊 跟着时代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政治经济啊 有战争的时候跟战争相关啊 灾难的时候跟灾难相关等等 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知识分子也不是统一的 也不是说完全都是一样的思维 应该说有100个知识分子 就有100种不同的想法啊 所以呢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战后的这几十年里边 在美国好像一开始是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成为社会主题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支持民权运动的 啊那么支持民权运动 在后来就走向逐渐走向了歧途啊 就是追求永远都是追求所谓的进步主义 追求政治正确啊 有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些东西 站在道德高地上 甚至不惜牺牲一些传统的价值观 有些该说的话不敢说不能说啊 深怕伤及到自己的利益 深怕会让自己表现的政治不正确 所以慢慢的就是纵容了某些群体 慢慢的丧失了一些啊就是原有的价值观 传统的价值观 所以这方面呢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令人失望的方面 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从顶尖大学到普通的高中啊 这个甚至私立中学啊 小学幼儿园都在有些方面呢 这个教育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令人惊恐的地步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很小 这个在他上小学的时候 就经常回家跟他妈妈谈论 老师说了一些什么 同学说了一些什么 说老师鼓励他们变性 你想想小学生有的还不到十岁 就老师就问你们想不想变性啊 做变性手术啊 如果你们想的话跟老师说 你们不需要回家告诉家长啊 不告诉家长 只要你自己愿意做 老师就可以陪你去啊 这种说法是非常令人惊恐的 对吧 因为很多孩子他完全没有自己 就是他的思维其实是不成熟的 老师和一些其他的人 用一些非常极端的做法想法 来引导这些孩子 应该说误导这些孩子 误导这些孩子以后呢 还不让家长知道 甚至在有些地方 课程有些课程 内容是什么 或者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学校都不愿意向家长做出解释 说家长无权干预 无权过问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你说这样的教育是人们所希望的教育吗 而且呢 现在就是说在无论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要发言要说话 有的时候人称指代就成了一个问题 过去呢 简单的就是说男女两个性别 现在呢 要分出很多种性别 据说有20多种性别称呼 那么所以在填表格的时候 经常要强调要填一下这个你自己来认证 你的指称你的性别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是以什么性别来注册的 然后后来你内人内心是怎么感受 你认为你是什么性别 或者你希望别人以什么性别来对待你 有很多很复杂的选择让你来填写 所以这个呢 现在搞得很搞笑 有的时候你站起来明明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男人 你要介绍我是男性 要用he him 就是一定要说清楚 所以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 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的高校都这么样的话 美国的高校是世界高校的标杆 对吧 这会影响到世界其他的国家 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教育 长此以往的话 会对整个世界对人类社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感到美国的高校 尤其是这些顶尖名校 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 就是怎么样能够秉持18世纪 启蒙主义运动 或者更早的就是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个时候 就是弘扬人性去钻研科学追求知识 那样一些教育的本源 怎么来回归教育的本源 那教育呢就是要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知识 更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如果教育脱离了这个本源 去追求一些极端的一些主义思潮 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对高校应该如何进行校正 我们知道在中国是有教育部 教育部是有指挥棒的 教育部根据这个执政党的意图 来对高校进行整治 从思想到课程设置 包括人事方面都可以做出决断 但是美国的大学呢 美国大学并不受教育部掌控 教育部基本上是一个虚设的机构 没有多少实权 所以呢美国的大学 它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大学的董事会 由他们来做出方向上的指引 因为董事会呢 他能够获得资金的来源 批准资金的使用 董事会的成员 要么就是大财团大财阀 有钱人对吧 要么就是那种知识界的精英 同时呢又在这个金融世界 有着良好的关系 还有的有政界背景 曾经担任过政府高官 甚至过去也有过那种军事家 在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荣耀 比如说埃森豪威尔曾经担任过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就是这二战胜利归来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声誉 但是呢如果校董事会也都畏惧 这样的一种氛围 追求政治正确 追求所谓的进步主义 不敢维护传统价值观的话 那么这些大学就会逐渐的堕落下去 好在这一次呢通过以色列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种之间 发生的激烈的冲突 然后呢 犹太人对吧 大家知道美国人 美国的这个财阀里面有很多是犹太人 美国知识界有很多精英是犹太人 美国有很多的科学家 企业家都是犹太人 所以呢犹太人在美国乃至世界的 各种事物中的话语权是非常大的 那么犹太人如果表达出 对这样一种堕落的不满意 其实有人说这个高校会堕落到如此的地步 就是由犹太人他们自己放纵 他们在追求一些东西 因为有有些犹太人很喜欢左的东西 包括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 所以那些左的激进的东西 可能是犹太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所喜欢的 所以现在这个恶国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各个学校的董事会 可能都要进行一些重新的审视 那么我们知道前不久 UPN这个大学的校长已经辞职了 也是在国会作证之后的压力之下辞职了 那么现在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也辞职了 上次还有一个受到挑战的是 MIT的校长 那么这个第三位会不会辞职呢 会不会近期就在压力下辞职呢 现在还大家还要看 所以不光是这三所学校了 那就是说美国的顶尖名校还有一些 如果都要受到这样一轮的洗礼 重新审视 就是对于这些顶尖名校的校长 他们的最重要的使命责任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应当承担的职责是什么 所以我想这一次呢通过这样一次 带有压力的普遍损失 会产生压力 会产生一些好的效果 当然不能指望这一轮就能让美国顶尖名校都脱胎换骨 但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今天呢我只对这个现象呢 对这个事件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先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